我媽媽那邊是花蓮玉璃那邊的人 那邊是比較複雜一點 我媽媽是會講客家話 是因為她從小跟外婆住在一起 她表哥都會講客家話 表弟都不會講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東部是這樣 就是閩客這件事 然後那邊有阿美族 旁邊還有平埔族 其實我外婆每天起來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告冰冷 那她的漢的名字 她姓賴那客家人嘛對不對 但是鄉公所給她的名字叫翻婆 戴翻婆 跑不掉的啦 那我爸爸這邊呢 我爸爸這邊的算起來是 你每次去原住民台 他們都介紹我是漢族 我說你不要跟我寫漢族 因為我們的祖先是被罵做漢奸的 簡直是大海盜的 大家知道是誰 姓詩的 我們的祖先打兩次台灣 一次打鄭成功他們 一次是打朱衣櫃 所以我們生下來就有原罪的 但是我們的祖先不是真的不是漢人 是唐朝從大師過來的 我們是假師 所以很高興能在台灣 那客家朋友把我當作兄弟 那原住民朋友也把我當作兄弟 我還可以當東華大學 讓原住民的院長你就知道 他們是把我當作兄弟的 那今天來這裡也是很尷尬 因為我看過前幾天的那個 所有的場次的語言人都是部會首長 為什麼我也不是部會首長 我是覺得說我應該某種程度是游擊手 就是說當我們客委會在籌備的時候 徐老師找我當諮詢委員到現在 那在園民會的時候 做園基法的推動小組 我也是一個委員之一 那我們的教育部的當時在推議員的部分 我是以語言政策的時候 當作這個所謂的國議會的委員 那我們是剛剛烏米茶 烏米茶兄弟是一起 那還有長正一起合作的 那我這篇文章基本上就跟著就是說 這個用途來講好的 就是說原住民的政策基本上 我們是把它當作一個社會穩定 民主安全跟和平的要件 那接著我們看這個圖一 來看圖一來講就是說 台灣的租金結構 那我畫的這個樣子就是說 我們所謂的漢人這邊 跟原住民這兩個 犯人圖解的交集 那中間有有虛線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一般又有這樣分 分外省客家跟閩南 那中間有一個新移民 那新移民應該是嫁機隨機 是不是本身東南亞跟所謂的 中國那個信仰中間 是不是能鄰居一個共同體 也未必啦 那接著虛線的部分是說 平普組這個部分 那他有一些是有身份的 噶馬蘭 有一些大部分都是戰後 被國民黨把身份剝奪的 這是我們的結構 那接著我們看圖二 就是說我們從戰後到現在 從蔣中正到現在 基本上我會認為說 我們從以前的威權 到蔣經國自由化 李總統的民主展行 到民進黨執政 嘗試著民主鞏固 那如果我嘗試著用 我們這個國家 是不是承認有多元族群 然後是不是採取包容的途徑的時候呢 我把它分作族群式的民主 共和式的民主 自由式的民主 跟多元式的民主 我會認為說 兩獎的時候呢 基本上是 表面上用共和主義 其實是族群主義 那有時候會 崔台青一下用一些樣本 那李總統的時候 就嘗試著自由式的 這樣子的民主 那有點是社 但是他在他任內的時候 憲法徵修條文 第四條過了 就是多元文化主義 那民進黨的時候 真正的是在實踐多元文化主義 我先把結論講 我怕我等一下忘了 不管大家怎麼說阿扁總統 我覺得他對少數族群 這個部分是相當尊重的 我必須要這樣講 也許是象徵上的 但是選票很多人是很現實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 他是honest的 這是我的結論 那接著呢 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一般來講 我們看國家的做法 就是說通常是從反歧視 然後到積極 那我們反歧視憲法是有啦 但是我們目前沒有反歧視法 但是還有一些積極的政策 有在做 但是呢 我們社會上或各部會裡面 還是不是 某種程度還是有本位主義 那我們看一下圖三的部分 就是說我稍微回顧了一下說 民進黨的這個理念 剛剛就是多元文化 然後他有政見有一些白皮書 包括客家跟原住民的白皮書 尤其是這個 跟原住民的選權 簽了這新夥伴關係 我要提醒大家 這種新夥伴關係 就有點像是在 這個當年 英國人 英國國王跟毛利人簽的那個條約 是一模一樣的啦 OK 但是就是說看我們執政者 是不是願意尊重他 把它當作真的是一個協議條約 這樣來看 那基本上民進黨的政策是全力保障啦 然後接著是具體的作為啦 OK 那我這裡的執政時期的這樣的努力呢 基本上我是從原住民政策 那他基本上就是尊重原住民權力的運動的 這樣的權力保障這樣子的關懷 當然是從他台北市政府的時候就開始做了 那我把這個當時選前2000年的這張簽的 這樣的所謂的新夥伴關係放在目錄 然後選後 當選了連任選後呢 又有一些承諾 我把它放在附路裡面 我是提醒大家說 不要忘了 不要把它當作國王的信義啦 OK 因為曾經有朋友跟我講說 選權的當然是一回是選後 我們做一個負責任的執政黨 應該把那個信義掛起來 就是不負責任的 這是欺騙選票啦 是不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阿扁算不錯 他連任了以後又答應了一些東西啦 OK 因為他根本沒有必要再騙了 OK 好 那接著看表義這個部分 那表義的部分說 我基本上整理一下說 我們有哪些業績這樣子 我把它整理出來 好 不曉得有沒有漏掉 這是我們根據我們圓民會 要不使用州族的 好 好 一萬農幹 太亞族的 好 整理出來的 那我基本上把它說 我們大概做了三大項 也是根據原住民權的運動 就是一個是正名 一個是自治跟環窩土地 那正名運動裡面呢 就是說民進黨執政裡面 先後核定的 少族 噶馬南族 太魯閣族 薩基拉亞跟賽德克族的正名 這個部分 其實相當有成果的 就是尊重他們 因為我們知道 以前的分類是日本的那些 他根據行政的管理的方便分的 沒有尊重於族群的意願 那接著比較遺憾的就是平埔族這個部分 因為平埔族的部分 我們到後來在推動的時候 沒有真正的完成 好 接著自治區這個部分 自治區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也做了一些努力 那尤其是在陳其南當政務委員的時候 很強勢的主導 我曾經看到說法務部的那些談判動事 你知道各個部會每次來談判的時候 就有點在WTO談判你知道嗎 今天拍一個 下次拍一個 然後又忘了回去請示 真的有點扯你知道嗎 所以陳其南就是 意思是說你不要跟我談判道事 我回去跟你們部長講好了 很可惜後來就是內閣變來變去以後 那有些就是沒辦法 那一個土地的這個部分 那土地的部分我必須要講說 我們做了一個努力的部分 就是因裡面那個盤根挫閘 那至少我覺得在蘇貞山蘇主席當院長的時候 他把土地的這個保留地管轄前 從內政部弄到圓民會 那這一點我們至少 我必須要感謝蘇主席這個部分 那有關相關的那些土埃法的部分 因為這個所謂的草交野大 很可惜沒有辦法過了 OK 那基本上我們看了一下說 圓民會整體來講就是說 教育文化這個部分最顯著 尤其是圓民台這個部分 有自己一個家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母語認證的部分 那當然比較好就是說 我們可能還應該在努力 就是原住民的教育這個部分 OK 好 接著我們看客家政策 同樣的客家政策 客家政策也是說 大概民進黨的就是尊重這個客家的這個 所謂運動這個部分 尤其是還我母語的部分 那我把這個民進黨的努力 放在表二這些東西 整理出來 那是根據常鎮 跟邱中錦教授他們的東西整理出來的 好 那我們大概可以看出 比較具體就是2000年大眾運輸的這個工 工具這個部分 規定的這個波音要有客家化各個族群 那至少我們每天在捷運就可以聽得到了 OK 你不想聽也必須要聽 OK 至少學到一點點幾句也好 萬一你要教女朋友至少一句 可以騙一下你未來的那個岳父岳母也好 好 那接著呢 電視台我們2003年 真的 2003年客家台出來就是表示說 我們客家的客語不是就是在家裡而已 是我們是國家承認的一部分 阿公阿婆都可以聽得到24小時 那這是真的是 我們真的努力是可以的 那當然我們看了一下說客家要求一個 就是把我們客家化當做國家語言這個部分 坦白講我們也很認真 我想蜜塔兄在這邊 我們做了一些努力 本來是由客委會後來交給這個 交易部或者交給文化部的部分 OK 好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就努力 但是真的真的就是 當然是有一些就是 比如說 是不是有人認為說是 就是說未來會有那麼多的國家語言等等 我是覺得說這不是問題 這不是問題 比我們更複雜的國家都有 印度等等 那加拿大跟我們差不多 其實都是可以多重的 官方語言國家語言是可以的 至少是象徵嘛 OK 那當然這個我們客家基本法的部分 我們後來就準備了一些東西 那後來就國民黨拿去了 那我等一下再批他一下 我講一下這個檢討的部分 檢討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會認為說民進黨 這個艾扁政府 基本上對於這個 客家跟原住民的政策是言聽計從 那當然你要去把它落實的時候 當然還是有一些落差 那主要是一個嘲笑也大 我必須要這樣講 其實第二個理由是說 所謂內閣變動太大 那內閣變動大 大概有阿扁總統的考慮 比如說讓所有的這些未來的天王 都未來有選總統 那你一個選總統 大概一個選台北市長 一個當行政院長 我想這樣也是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變來變去的時候 有些那個部長就變來變去 那事務官就想說 反正你明天就下台 我管你那麼多 我想這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OK 也就是說我們體制裡面沒有人 因為我們過去是反體制 不能考育官 不能當公務人員 不能留學考試 我想我們可能要鼓勵 我們的小孩子去當公務人員 這是倒是真的 要有人去蹲點 OK 好 那第二個我覺得比較遺憾 就是說 因為當時面對所謂的政府的 所謂的改造部分 那當時我不曉得是哪個單位 就是說 第一個要裁兵的就是客委會 這個所謂的我們的原民會 OK 那當時我也不曉得 他你知道其實很粗暴的坦白講 因為對他來講是算數字嘛 你知道人口最少的是殺一殺 反正你反彈的選票不太夠 還好 當時我記得當時宣布的時候 阿扁總統就在國外 回來以後阿扁總統看了就很生氣 OK 我不曉得有沒有 葛葵有沒有被罵 我不曉得那時候行政院長是誰 OK 我記得我們當時在報紙登給廣告說 選前搭運滿漢全虛 選後把我們的網筷都收走 OK 還好還好沒有這樣說 不好意思 其實你知道我就很擔心我們的這個主辦單位 會不會把我罵民進黨的部分 我有包有匾 罵的部分會不會把我拿掉 所以我為了方便他們拿掉 把罵的東西放在柱角 OK好像都有留著的樣子 OK 好 還好 那 還好 從那一次開始 沒有人敢說要病掉 OK 剛才蕭老師提到 並不是所有的族群都需要 特定的一個所謂的這樣子的 保全力保障 OK 好 比如說閩南人好了 我記得當時要辦一個研討會的時候 族群研討會 那想說 課委會負責語言 圓民會負責什麼的 然後想說 外省人要什麼單位來負責 後來想說 退府會 OK 那這一招最複雜的 最難題是 閩南人要找哪一個單位啊 大家知道嗎 後來想一想 農委會好了 扯吧 農委會 農人又不是只有閩南人 你也知道說 並不是所有族群都需要一個單位 OK 好 那當然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我面對的一個 我們看到面對一個罪 就是說各個部會 對於圓民會也好 課委會提的一些法案 往往認為說 這個是跟國家的利益衝突 OK 好像說這不能 他認為說你們是少數人 一錯人的利益 我問題是說 這個國家有沒有包括客家跟原住民呢 我必須要這樣考慮 OK 好 那是不是閩南人跟外省人的國家而已呢 是漢人的國家嗎 我覺得這個地方還是必須要溝通的 OK 好 接著我看一下馬英九的這個作為 我基本上就是原住民政策 它是福利殖民主義 好 那對於原住民的這個保障 權力保障 民進黨的政 他說嗤之以鼻 嗤之以鼻 但是我認為他罵空洞罵超像 其實就是罵原住民的我們的權力的運動 因為民進黨的政策就是 就是接受原住民權力的這樣子的 這樣做法其實是很傲慢的 基本上他是中國五千年的那個 漢人的這樣的態度 所以在我們的馬總統 他說把你們當做人看嘛 OK 其實其他有志的 那接著就是說有關於土地這個部分 土地的部分我覺得它是以儀之儀 用平地原住民來殺三地原住民 因為平地原住民幾乎沒有土地的嘛 三地原住民的保障地是很清楚的 傳統領異 那我覺得最壞最壞的一個人是在民進黨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時候 我記得是凱銷的時候 還把他尊為國師級的孫大川 我比說他很壞 我說我真的要點名很壞 因為當時是把他捧上天 國民黨說你要去當官沒關係 他講了幾次公開說 民進黨沒有用 八年原住民政策沒有任何錯了 民進黨執政裡面通過了很多話 包括基本話等等等等那些東西 OK 好你喪權入國出賣族人 然後還要這樣獻醜脫褲子給別人看 真的是一個很糟糕很比漢人還漢人很壞的一個人 我必須要這樣講 因為你嘲笑也大杯葛 然後罵民進黨沒用 這很糟糕的一個人 我必須要這樣講 OK 下次不要再用這種人好嗎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就很多說 我也是台灣人這種人好多好多 下台以後變成他的藍骨就跑出來的 搞不好更裡面的那個心是紅色的 我騙你的 OK 基本上我說 國民黨的自治區法是什麼呢 等於就是說我們的電腦沒有主機板 沒有硬碟的個人電腦 也就是說這是空殼的自治區 OK 把鄰骨塔當作組合屋 再賣給原住民的 也就是在沙灘上的這樣子的碉堡 你在整修裝潢是沒有用的 所以國民黨一直在講說 先求有在先求 我覺得是在欺騙原住民 OK 好 那另外是五都的這個部分 把我們五個原住民的象徵 就變成這個所謂的五都 我是覺得說鞭長莫及的 這個部分完全沒有問一下原住民 內政部就開會了 找幾個學者就這樣互動過去的 OK 還有一個是東花條例 我必須要講東花條例 藍綠的搶功 但是都違反原計法 必須取得原住民這個部分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不能再對漢人的選民講一套話 對客家講 對原住民講一套話 對閩南講一套話 對外省講一套話 對客家講一套話 這個我是要強調的要一致 做人要一致 你不要以為 你在罵誰罵誰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聽到 我們聽得一清二楚 客家政策基本上就是 歷400年來間接統治 然後呢 以一致於 用客家打敏南 用敏南打客家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OK 那它的這個 客家基本法基本上是空包蛋 我這樣認為 就是說三個重要 我們當時三個重要條例 一個就是說我們 要有一個這個所謂的 中央政府跟國會合理的 我們客家族群的人口的 相當15%的代表 然後把10%的人口以上的鄉鎮 成立客家的專責機構 然後成立客家文化基本基金會 等等等等 OK 那包括我們的這個 客家 這個官方語言的這個部分 他用公式語言 其實我們本來是希望說 透過中央政府比較難 透過縣市政府來做當火車頭 但是他現在把他矮化成公務人員的 我是覺得是應付應付而已 OK 未來的努力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 原住民的教育 那我們目前分一般教育 跟原住民的教育 我認為目前的做法是 教育部是認為說 這不是我們家的事 原民會說 我們這個 我們沒有教育人才 隨便人家吐口水 反正也不敢去擦 我坦白講 OK 我覺得那些官員 坦白講一些 我有時候講說 當時把你留原民會 結果你們這些 就在人家那邊跟你吐口水 你都沒有 我是覺得 那些只想當官的 我說那些只想當官的 原住民經營 也是很糟糕的 坦白講的 OK 好 那所以面對這種 所謂的 仁慈的忽視是應付了事 OK 那當然我們東華大學 有時候也講說 爹不疼娘不愛 孤兒院議長 選我們賠錢獲 一天到晚說 你們原民族學院 賠錢的 其實是很糟糕 沒有良心的孤兒院議長 幹什麼嗎 OK 又不是開學店 那還有一個就是 同意權 就是說你在原住民的 開發地區開發等等 必須要有共管機制 基本上是 我覺得 很多單位是自己是利益團體 把那個當作是一個搖錢術 我們可以看到 美利灣的BOT 最近少主的BOT 然後到州主等等 我跟你講是把我們的國家通過 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總統公共宣佈的法律 是當作參考用的 比南部的紅綠燈還更沒有用 我不騙你的 OK 有時候有用 有時候就沒有用 有時候有看到 有時候沒有看到 OK 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認為說我們這個原住民 這個立委這個部分 我覺得民進黨 我覺得 上一就是這一任的這個 這個立委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沒有 這個原住民的部分去這個部分 我覺得 我們以前原住民也好 客家是少數族群 是弱勢族群的代表 他是把它弄成公民團體 社會團體 有沒有搞錯 有些利益團體等等的 那些都是所謂的公民團體 以前我們在關心的時候 都躲掉了 那忽然跑出來 這超越藍綠公民團體 屁啦 我不騙你 屁啦 這是公民團體 我不騙你 假清高 我最討厭的 親歷學者也是假清高 我不騙你的 好 好 接著就是說 我必要跟他講說 平埔族的部分 戰後國民黨把它剝奪掉了 人民的權利是不能剝奪的 除非是經過立法的 我跟你講 我們真的都有平埔族的血統 但是真正有機會去拿那個 恢復原住民身份的 日本時代戶口民部有註記的 不會有 不會超過50萬 人多 是比較像毛利主這麼多 我坦白講 兄弟之間不要殺來殺去 我必須要這樣講 好 OK 那客家這個部分我想說 我們可能 除了我們的官方也 我覺得說我們除了教母以外 應該要母以受教 尤其是必修課 必修課這個部分 OK 然後一個就是我們都會區的部分 我們都會區因為客家不同地區 很難選出一個 比如市議員 立委 都很難 原鄉大概逃足秒六對待沒問題 但台北市 台中市 這個都有點困難 甚至高雄市也都還蠻困難的 OK 好 接下來我做個結論好了 就是說 我認為說 我們目前為止呢 可能我們社會的溝通還不夠 就是說我們還在 在排流在情勢上的平等這個部分 我跟你講 形勢上的平等 基本上就是國家是假裝 這不是我的事啦 我跟你講 西方國家認為說 國家必須主動來做出一些努力 如果你是形勢的平等 其實就是在鞏固 現有的不平等的結構 OK 好 那我會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剛才有提到說 我們的客家政策 原住民政策 不是作文比賽 用了 OK 好 那也就是說 以後呢 我們選後呢 可能各個部位事務官要找來 所以根據我們的政見呢 我們這樣走這樣走好不好 OK 好 不要讓他們瞧不起我們 你要知道 那些事務官讓我們穿小鞋 我真的想踹他們好幾下 不是一下而已 好 OK 下次我們要駕馭這個那些事務官 各位管他體系啦 OK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 我剛才看最後一個圖示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往往在評估的時候 比如說那時候國會觀察那些傢伙 就是說 你執行幾次啊 然後提案幾次 通過法律 不公平 再吵起也幾下不公平 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這個部分 左邊這個部分 我們做了真的很多的努力 OK 那個部分應該要肯定的啦 OK 好 那接著當然是說 我會覺得說認為說 我們必須要再做對話 不是把原住民這個部分 少客家這個部分 當作一個消費的 好像異國情調一樣的文化創業而已 那我最後再講說 我必須要講 我的結論說 阿扁總統 不管怎麼樣 那我覺得對客家跟原住民的部分 他是相當努力 我記得在國務交會 洪山軍以後 他有機會請我就喝咖啡啦 OK 然後呢 我就跟他講 他結束之前說 那是教室 教室 教室會可以到三天嗎 我就想說 總統既然均無細緣對不對 那你已經開阿拉丁神燈 你要問了 我就說好 那我跟總統要三個願望好了 我說第一個呢 外省族群反歧視法 有外省族群說 就是被歧視嘛 反歧視法 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原住民的部分 就是說 自治區有沒有辦法 至少弄個法嘛 讓我們有意願的人 就讓他有法嘛 那客家的希望把我們客家 因為客家另一名 南跟客家外省差別 都是漢人 就是語言 就是語言嘛 有沒有用所謂的官方語言 那好 我們有沒有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國家平等法 那阿扁總統說 他會去努力啦 後來我一些課委會 會員圓明會的朋友就想 欸 阿扁總統有交代耶 OK 我覺得他是言而有信的一個人 但是是嘻 嘲笑也大 我的結論是什麼呢 不是只選總統而已啦 立委要很認真啦 你不要以為他服務你就好 我跟你講他抽的頭更大啦 三七了呢 不要我不騙你的啦 我們立委要更加認真啦 好嗎 我這以上先報告到這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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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